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耀昌透过了脸书发表了签字文 更贴出了韩文表达不满 他感慨收到这纸公文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了 但仍感到无比痛心跟惆怅 并表示 从今天起我会把党旗收进我内心最深的出体 文莫他更感性地说我是徐耀昌 今天我选择退出国民党 政坛人士分析 由于徐耀昌现任不仅一年 在当地还是有相当的人脉跟影响力 与现任的苗栗县长中东景 议长李文斌交情也很不错 如果再度投入选战 将在立委第二选区 势必会冲击到选情 震撼国民党 你好 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